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完直接升华到另一次 马上进入No.1 出自台大112年后 转学考回级分B券 对 就是你各位刚考完的那一届 拿到的极限 就是大胆给他带入4个水温 嗯 0分这里开罗 啊等一下 今天请让罗帝达休息 我想要用Nega 没错 看到根号加减的式子 我会用乘共2根式化解 因此我乘一个根号x加4加2 那我分子乘一个 记得就要除一个再分母回来 我们的式子就变成Limit X取近于0 分子的话可以用平方差公式 x加4-4 分母的话 我可以把它整理成X 接着我想使用三角极限解题 所以我把X跟Arctangent 这一项放在一起 那剩下的就可以自己拆开了 这是根据Limit Law 相乘的极限 我可以拆成个别的极限再相乘 而前面这个部分 我就得把这个角度跟分子 用成一样 所以我就乘一个Pi在这里 那记得就要除一个Pi回来 这样子我的角度跟分子 就都会是PiX 那当X取近于0 PiX就会取近于0 这一项就是1了 所以最后我们看到1乘以Pi分之1 那后面这个我就直接把X等于0 代入就好了 因此最后的答案呢 就是4Pi分之1 我们做个Note 有些超好用的极限 我会把它的结果直接记起来 在考程中使用 The Useful Limit No.1 就是所谓的SineX over X 当X取近于0的时候 这项极限就是1 那还有其他3个极限也是1 EngineX over X 这个也是1 那同时他们两个各自取Arc 也都会是1 比如说ArcSineX over X ArcTangentX over X 所以这4组 我会直接把它的极限结果为1 直接废起来 可能可以排场用场 再来是No.2 这题是来自台大1095年 转学到Bgen的考题 我们看到右上角 这边有个中瓜号 这个叫做Floor Function Greatest Integer Function 那在中文里面 我们会叫它高师傅号 或者是最大取整函数 那说过了 拿到提极限 第一步就是把X带进去 试个水温 所以当X无限大溜进去 发现是1加0.多的无限大次方 那其实就是不定型对吧 那我知道看到1的无限大不定型 你们会想用 罗毕达 又要挪起来挪起来了 但是今天 罗毕达是在休息的 我想用另外一个解法 所以我们来Recall一下 看到1的无限大 这样子的结构的时候 我会想要用Definition of 1 也就是自然指数的定义 1加0.多的无重大次方 注意圈起来的这两项 必须是导数Reciprocos 那我们回到题目这边 它是这个高斯符号 或许有点困的 所以我今天想用另外一个讨论方式 再切入这个自然指数1 我们都知道 就是这个高斯符号取下去之后 我出来的值是整数 而且要小于等于input x 不大于x的最大整数 所以我就可以列出这个不等式 对吧 但是它会大于x-1 而当我不等式已经列出来了 你会想到什么呢 提示 iPhone15 没错就是夹击定理 夹击定理 对吧 回到这个题目 我们要用夹击定理 接着就是把题目给凑出来 所以我同取1加x3 这样子的一个底数Base 那注意的地方是这个底数 一定要是正的 才可以让这个不等式维持这样子的关系 所以我们确定 因为x距禁无限大 所以1加3 绝对是positive 那接着就是对这个上界下界去取这个极限 Liminate x距禁无限大 1加1分之3的x-1次方 那这个时候是不是又是1的无重大的结构 我就说我想要用definition of 1 所以我就把这个圈起来的配成reciprocal导数关系 我就用蓝笔写一下 我需要先除一个x-1 再乘一个x-3 所以现在我框起来的是不是就是导数了 那我补上去的是不是就要乘回来 也就是还回来 有种先上车后补票的概念 所以这个红色框起来的是不是就是1了 而剩下的还有这个蓝色的极限要取 而3的关号x-1 就看着3x-3 那这个-3在这个x距禁无限大的时候 可以忽略不及 所以最后呢 答案就是3 那你再放进这个1 就是1的三次方 再来是对上界取极限 一样x距禁无限大 那又是1的无穷大的结构 我想要配成自然指数1的定义 所以我把框起来的 想办法凑成导数关系 那我们可以这样想 现在圈起来 是不是相乘为3啊 哇蛋 我们心里要想的是乘起来要是1啊 所以我是用蓝笔再除以3回来 那除一个3就要乘一个3 不回来 先上车后补票 所以红色框起来的就是1 最后出来的极限 一样是1的三次方 而当上界 下界 重取极限后 是一样的极限时 我就可以根据 甲级定义 Squeeze Theorem 得知中间这个人的极限 也是1的三次方 bySqueeze Theorem Limited X approaches Infinity 1加X分Z的这个Floor of X 高斯符号 未来极限就是1的三次方 所以这个高斯符号的不等式 大家可以记起来哦 在这种极限提醒 会派上用场 再来是第三题 会是什么题目呢 我们也再来处理一个Floor Function的题目 只不过现在这个高斯符号里面 是Quadratic Function 24暗数 嗯 有人就会想要这么做啊 他直接把3丢进去 所以6乘以3-3的平方 18-9等于9 啊 再取高4 9取高4 当然是9咯 当然是错的 我不会拿那么简单的题目来随时间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究竟该怎么做 我把这个高斯符号里面的二参数 先配个方法 所以这边要加个9 那这样子会有什么好处呢 我们看下去 我这个高斯符号里面 就变9-X-3 3的平方 那这时候我把Limit放进 这个X前面 那这个Limit X取近于3的这一项 其实是多少呢 我们来讨论一下 如果是右取近 也就是啊 X取近于3正 那是不是大概是3点多多多多多 那3点多-3会是正的 正的0.多多多 那取平方之后 也还是正的0.多多多 而Limit 取近于3-3 也就是左趋近 X就是2.99999小于3的一个数 那减3之后会是负的0.多多多 那再取平方 就也是正的0.多多多了 不管是左趋近还是右趋近 算出来这一项都是正的0.多多多 这边的关键就是在确认正负 而9减掉正的0.多多 那就也是8点多了 那再取高斯很明显就是8咯 所以这一题的答案是8而不是9 再来我们继续看到第四题 不知道会有什么题目呢?水很深的 第四题Limit x取近于0 它里面是一个sine x over x 那它的次方是x平方分之1 这题是相当多学校考过的题目 如凡不及被宰啊 这个括号里面的极限 sine x over x 当x取近于0的时候 是1很重要的三角极限需要记起来的 对吧 而次方如果取极限的话 是无限大的 所以它其实是一个1的无穷大次方的不定型的结构 对吧 我知道很多人会想要取这个1为底数 次方取Ln的这个解法 当然是可以的 不过我今天想要用不同的解法给大家看看 所以我现在这个分子 我加一个x 再减一个x回来 接着我把这个分式拆成 1加x分之sine x 因为我想要出现1加0点多的无穷大的这个结构 才可以配成自然指数 接下去我是不是就是要把红色圈起来的 这两项这个配成是互为导数的关系 也就是相乘要是1 所以我就补上蓝色的 x平方再乘上x over sinx-x 那我补上蓝色的之后 是不是就要再把它还回来 就是先上车后补票的概念 所以我外面再写上 sinx-x over x的三次方 而中括号刮起来的就是自然指数1了 接下去就是求这个蓝色部分的极限 sine x-x over x的三次方 当x取近于0 而框起来的看起来是0分之0 那是时候该使用挪必答了吧 虽然他在休息 起床了起床了 所以挪起来挪起来 所以这分子为分cosx-1 那到这边其实也可以继续挪下去 但是我想要用一下三角极限 这算是一种极限解题的混合计 cosx-1再分子 我就会乘一个共2的给它 也就是cosx加1 为的就是配出三角极限的sine x cosx-1乘以cosx加1 就是cos平方-1是负的sine平方 接着我要用limit law 把这相乘的极限拆开来 变成个别极限相乘 就分三组 最后是负六分之一 所以这一题极限的答案 就会是1的负六分之一次方 我们来做个note 关于definition of 1 自然指数定义的使用方式 就是当我看到题目的极限是1 加上0点多的无穷大次方的时候 就可以想到配成definition of 1 好发在1的无穷大indeterminate form 而蓝色圈起来的这两项 要把它配成 导数reciprocals 马上举个例子来试个水温 limit x距离0 1加ax 括号 x分之b次方 所以首先 x带入看看 结果发现是1加0点多的无穷大次方 完美 配成definition of 1 所以我要把红色框起来的 配成导数关系 那我们就想 现在蓝色相乘为多少呢 是a乘b 可是我心里希望它相乘为1 所以我是不是要再除以ab 那除以一个ab 我是不是就要乘一个ab回来 就大功告成了 接着红色框起来的就是自然指数1 最后的答案就会是1的a乘b次方 这个技巧相当好用 各位可以学起来啊 再来是第5题 这题出自哪应该不用我多说 它一脸就是 出自台大107年 专学考为几分b卷 各位不妨按下暂停键思考一下 如果是你会怎么做呢 我们来recall一下 我们在高中数学一定有看过这个公式吧 连续正整数的平方和 出来的结果是6分之n乘n加1 再乘2n加1 这是根据数学归纳法可以推得的证明啊 所以我先把这个极限的分子处理一下 我把它整理成6分之n乘n加1乘2n加1 再来麻烦的是分母啊 分母这个是根号1加根号2加点点点 到这个根号n 然后还有平方 你会想到什么呢 我们会想到remensum 没错就是黎曼和帮我上图片 黎曼和的结构是这样的 f of x i 乘以Δx 这是一个小长方形的面积 那总共有几块长方形呢 总共有n块长方形 n又取景无穷大 因此无穷多块小长方形的面积总和 6次曲线下的面积 那我们就可以轨转定积分 g a到b f of x dx 那这边的Δx就是b-a除以n 每一块小长方形的宽度 而xi其实就是从左端点出发a加iΔx 那么这边的a跟b是我可以任意取的 那我今天就choose a等于0b等于1 也就是我从0取到1所建构出来的曲线下面积 然后用这个remensum来表示 那我的Δx是不是就是n分之1 xi就会是a加i乘上n分之1 那a是0 所以就会是n分之i 这个就是remensum的结构 无穷多块小长方形的面积总和 那我们观察这边xi就是n分之i 而f of xi是以xi为单元组成的一个函数 可是这间分母没有一个n分之的概念 所以我是希望它每一项都除以根号n 这样是不是就可以看成所谓的n分之1 n分之2n分之3到n分之n呢 那我是在平方里面补一个除以根号n嘛 那所以我旁边是不是就要补一个根号n的平方回来 接着我把这个平方向里面的极数写成sigma的形式 所以它就是submissioni从1到n 根号n分之i 根号n分之i就是我们的f of xi 那我们再把根号n的平方写下来 那分母的n可以跟分子的n消掉 现在我们专心看分母 我们希望把它配成remensum 所以我们去想一想还差了什么 how to build the remensum 首先我把limit先放在各自放在分子分母 这当然也是根据limit law 所以我的分子写成limitn 趋近无穷大 6分之n加1乘用n加1 那分母的话就是limitn趋近无穷大 submissioni从1到n 根号n分之i这整项的平方 所以我们现在看红色框起来的 是不是越来越像remensum了 可是还缺了一个小长方形的宽度 也就是delta x delta x今天是n分之1 我再把n分之1放到sigma的前面 因为sigma只是针对i去做的 你各位仔细看 这个分母其实是多成了n平方分之1 因此分子也要多成n平方分之1 如此一来 这个分母就可以轨转定积分了 0到1的积分更好xdx 那么我们看分子 我把分子这个 刚刚补上去红色的n平方分之1 的这个n 各分一个给n加1跟2n加1 你就可以得到这样的效果 n分之n加1 我可以把它看成1加n分之1 n分之2n加1 我可以看成2加n分之1 而当n居进无穷大的时候 n分之1是不是就居进于0了 所以分子它的极限就是6分之1 乘以1再乘以2 那就是3分之1 那分母的话就是去做定计分 根号x可以看成x的2分之1次方 它的积分就是x的2分之3次方 在前面乘以3分之2 最后再把上下线0跟1丢进去 就可以得到定积分值是3分之2 那别忘了还有这个平方啊 所以3分之2的平方是9分之4 因此9分之4分之3分之1 约分最后 这一题的答案就是4分之3 相当精彩 相当感人 如果你有其他做法 欢迎在留言区跟我说 热下去是6到10点 水太深了 你扛不住啊 我要用下一部影片 再跟大家分享6到10点 如果觉得这部影片还不错的话 记得帮我按个喜欢 也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我是权 我们下部影片再见